北京时间1月6日 CBA常规赛继续开打 广东队在复仇之战中凭借多点开花的表现 以111比96战胜山西队 终结了对方7连胜的同时 还获得了2连胜 谈及这场比赛的表现 杜丰在赛后发布会上 胜赞了意见连威姆斯等人 但同时也对球队年轻球员 失误过多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本场比赛 广东队一共出现了15次失误 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球员贡献 而谈及这种现象 杜丰表示 我们年轻人的失误是排全联盟第一的 有几个球员都是全联盟失误最多的 尽管杜丰说这句话不是针对某个球员 但是显然可以看出 他对球队年轻球员失误过多的现象是极为不满的 截止至目前 广东队在常规赛的19场比赛中 场均可以贡献18.6个失误 这个数字排在联盟第五 这对于一支智在冲冠的球队来说 是一个极为拉眼的数据 失误越多代表球队的稳定性越差 如此糟糕的表现 也难怪杜丰会如此生气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之前在年轻队员上场以后 在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是很欠缺的 有些人几个赛季下来 在防守端的状态依然没有提升 虽然这个球队拿了三个冠军 我觉得拿了三个冠军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 不能因为你在这个球队 有些是躺赢的三个冠军 然后受到了一些球迷的关注和喜爱 然后就把自己就真正当成了一个联盟最好的球员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差距 杜丰再次说道 这句话感觉是杜丰积压了很久之后 说出的心理话 结合广东队近期的表现 他的话确实点出了球队 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那就是心态问题 尤其是对于年轻球员来说 夺冠使得他们的心态膨胀 从而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象 如果他们不努力 那么他们就会被别人超越 这些就是现实 总的来说 这些年轻球员与别人还有差距 他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实力 继续打好比赛 在平时的新闻发布会中 杜丰很少会说这种批评球队的话 但这一次 他极为罕见的说了很多不满年轻球员的话 可见他对球队的担忧非常明显 希望这些年轻球员听到之后 能够有所觉悟吧 赢下山西队之后 广东队目前的战绩已经来到了14胜5负 距离重返前四又进了一步 他们将会在两天之后再次迎接吉林队的挑战 届时他们是终结两连胜 还是好取三连胜呢 我们拭目以待